在这个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 你还能不能找到你自己 你对于你目前人生的定位到底是在哪里 像现在我们整个团队凑在一起 小庄是作为大家的导游对吧 你是作为我的团友 等行程结束了 您回到家里了 可能成为某一个人的母亲了 可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孩子了 所以我们人生的角色是不断地在变化的 一天24个小时 你能不能在角色的不断转化过程中 做到观置在里 在经典里面曾经又说过一段话 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 却是因有所住而生其心 其实你越希望得到什么 什么越会折磨 曾经有一位禅师问他的弟子 我想问一下你 这人世间什么最珍贵 小师父低头不语 最后想了一会 他说了 在这人世间 只有是已失去的 和我不能得到的 这一个是最珍贵的 师父说你走吧 过了若干年以后 沧桑巨变 人情事故都改变了 禅师再去问他的弟子 我想再问你一遍 抖音 不懂吗 一词 那аю 那好像跟他 什么都一样 感谢观看